開始開始 好 那今天來做那個Double上了前的成果報告 然後我們的成果報告全部都有放在這個討論共筆中 那麼一開始大家就一天各自做了蠻多的研究 那時候就做到這一桌的 應該是有任祥有知號 有 尹潔還有還有誰 還有誰可以決定 哲偉 哲偉 有有有 所以大家就是有不斷地在Google就是跟那個 我貼到上面那你再往上 貼錯共 所以前面就是有做一些研究 例如說農村在生的條例 然後以及資料可能在哪裡是誰主管的 主要是水保局主管的 然後後來就是慢慢有再繼續更深入的找一些 譬如說計畫是怎麼進行的 那時候有找到一份他的一個水保局成果報告 但是這成果報告非常的作文比賽 就是告訴你說這一年觸及到多少個社區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但具體觸及到多少社區是沒有詳細資料的 所以後來我們又繼續持續找 所以包含也找一些政府標案啊 或者是找了那個農委會的那個 有一個他的 欸那叫什麼 農業計畫管理系統之類的 就找了很多 後來有發現到一個網站叫做 叫做叫做 裡面叫什麼 農村 農村 這個 這個 農村在生歷程 農村在生歷程 整合發展平台 就發現他這裡面其實就有所有的哪些社區 然後這個社區 它是 什麼類型的社區 然後 它是有因為投入了哪些資源 哪些計畫資源 然後有做社區 有做那個農田再造 然後以及包含說 它有什麼樣的再生計畫 然後後來任翔也有找到在 就是政府資料看法平台上 有這一些社區的經緯度 因為他說詳細輪廓資訊 所以我們後來下午的時間 就想辦法把這兩份資料合在一起 因為這一個網頁上的資料 它有兩千多個社區 是跟社區在那裡有關 就是看到這些欄位都有 然後 以及任想找到的 有各年度的各個社區的輪廓 但那邊缺少很多資料 所以我們下午都要花時間做合併 然後我們合併的成果 在 這個最下面 最後兩千多筆 其實有定得出經緯度 只剩八百多筆了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Google My Map的地圖 然後這邊 隨便點進去 這每一個點位都是一個 就是社區 那個叫做 社區的那個農 農村再造計畫 然後所以進去裡面可以看到各種欄位 例如說 它的人口這個社區有2014人 然後它是屬於 很深稻米跟番茄 然後以及說 假如想要看它的那個 社區 就是它的計畫的話 這邊有計畫連結可以複製 因為它的網址都還有中文 所以你必須要手動複製全部 然後進去裡面 就可以看它的計畫內容 那其實計畫內容還蠻完整 就是它 裡面會有就是說 幾月幾號到 像這個有九十幾頁 然後裡面就包含說 它為了做這個社區計畫 做了哪幾年 然後 這幾年來它開了多少是會議 然後有做哪些具體項目 然後具體項目有包含 例如說什麼樣的建設 或什麼樣的會議 會議出席有多少 其實都有記錄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本來有個目標 是想要做到說 每個計畫花了多少錢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沒有一個資料來源 是一個 一個社區花多少錢 這件事情 因為一個社區 它在這樣的一個 社區計畫的歷程中 它可能 例如找一些啊 這邊 它有個財務計畫表 它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例如說建立自行車步道 然後做抽水戰的改建 或者是什麼 什麼強的什麼改造 所以其實每一項都是不同的花費 所以每一個花費 不同計畫來源 甚至連那個 付錢的來源都不一樣 像這是來自發展協會 這個來自台中市政府 這來自社區 就是 都是不同的來源 所以其實錢是 都是不知道 就是要把它加弄起來 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但是也可以成為一個 就是想要追下去說 到底它總共花多少錢 是一個還不錯的來源 的一個挑戰 所以就是說 大家如果對這個資料 感興趣的話 那這邊可以 就是點到各個不同的社區計畫 然後裡面有 它計畫連結 就可以更了解 你的計畫內容 所以以上是我們今天 大概的進度 同學 欸! 它原坑庫的感想 對! 原坑庫的感想 店店有沒有什麼 會不會《及》 或是 ¡ Od eventually ¿ remembered this 1976! 跟你講的支援不一樣 可以怎麼辦 但是送給人們 char as recommended 还有… 現在ように會跟著 現在оры 其實包含像以前也有查到像大專森回遊等等 就是說整個農債的錢應該有很多的面向或負貌 那現在先針對找得到的還有資料的 我們先來做每一個整合這樣子 那之後你有沒有什麼期待 什麼期待什麼 就歡迎大家繼續 如果等於找到有些相關的資料來源 有一些資料來源是夠充足的 就可以丟出來 然後我們再把它拔下來整個進來 就例如說可能因為發現到 農債還有什麼面向的政策 也有一份可能是批次型的資料 那可以丟到GNV的Smack的Channel裡面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要把它拔下來 再做一些視覺化一下